Good morning everybody 還有一個小時左右就到了雅典 這裡看上去天氣都OK 現在下面就是地中海 還有一個小時左右就開始派一個 snack 就是蛋糕和飲品 看上去這條機場附近的房子都比較少 進了機場入面 趕下準備 去到雅典的第一架飛機 看到的是Air Canada 來就看到這些指示牌 所以不用緊張 海關過了不用兩分鐘 就丟了印了 他們真的很好 拿行李和剛才的機場 兩個世界 我覺得這裡有點凌亂 拿行李那裡就有SIM卡可以買的 剛剛問回呢 這裡買SIM卡是15GB 22.5元 再加開通費12.5元 即是都三十多元 有15GB 出來就是這些 很多人在這裡接機 很小的機場 看下去 出口出面這裡 就有很多指示牌 告訴你 是坐什麼車 已經 我們就決定了不乘巴士 就叫Uber 去酒店都是三十多元 那 好過你自己乘巴士 如果你有行李的話 酒店進來呢 就看到這些 這樣的餐廳 這個就是 有個Club 這樣 剛剛坐Uber 就49歐羅 都算便宜 下面可以吃早餐 20元一個人 可以考慮一下 好搞笑 酒店是沒有Château Basse 去機場 但是有Château Basse 是單趟的 酒店有八層 這次住六樓 都算高 上面有餐廳 有瓶 有泳池 這裡還有桑拿 還有洗澡 還有洗澡 這個就是酒店的健身室 有很多器材 都不小的 還有檸檬水 現在出發去吃飯 酒店出來 一條大直路就到了 其實都是餐廳的附近 這裏的Uber司機 很專業 很多個平板和電話齊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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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來到披列第一餐 選了吃意大利 因為Google上面有五千多個Review 這間很厲害 店裏都蠻漂亮的 但我們坐外面了 但是大家有個心理準備就是 因為它的文是希臘文 很搞笑 待客人看到我們 就給我們一個英文菜單 這裡的食物也算不太貴 好像這個雜錦海鮮意粉 也是10元左右的歐羅 也很大碟 然後又是跟了一碗芝士粉 它的意粉偏淡 而且我們稱為海鮮意粉 所以它用這些是冰鮮的海鮮 整個意粉有點腥 所以就不太推薦 另一個就是意大利醃肉芝士 芝士是很原生的芝士 說就說是平民 其實味道也不差 可能因為新鮮製 皮是比較薄的 也蠻好吃的 配搭上不差 其實比多很多某些著名的 Pizza餐廳好吃 外國的咖啡真的特別好吃 我覺得這杯咖啡挺好吃 雖然是街邊的 它上完菜 就馬上給我們一張 還有13%的應該是碎 因為我們晚上才出來 其實衛城這邊就關門 但這裡有一條美食 一條街 晚上就不怕沒有食物 這裡也有很多人 到了晚上的衛城 真的很壯觀 原來它這麼大 在網上看 看不出這麼大 不過晚上有另一種感覺 嘩 X年前的石頭 現在在摩 哈哈 這裡的街邊 真的相對比較舊 所以你不要期待 這裡是一些很高級的地方 這裡手信 有整堆橄欖給你買 可以 還有很多這些毛巾 有眼睛 很有趣 進來超市裡面 有很多優格 但是我又不知道哪些是 因為它寫的文章 不是很懂得看 剛剛在超市裡面 問一些人的優格 他介紹了這個是傳統的優格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是羊奶做的 讓我們試一下 這個真的有羊奶的味道 還有它好像有些 乳酪的感覺 但是它偏稀 但是你閉上眼睛 掩著鼻子就這樣就可以了 TOMARO 這樣酒店是有巴士 出土去DOWNTOWN 但是它沒有機場 它是1-5才有 在酒店旁邊 就有車直接上就可以了 巴士出發了 12點 現在其實已經 有時差 沒辦法 這裡有一些 像杏仁街的感覺 周圍都有商店 和吃東西的地方 很搞笑 在路中心 會有這樣的噴水池 最後選了這間店 叫做The Grill Project 就是地中海 餐廳也挺漂亮 噢噢 菜單的第一板 就是一堆芝士 還有很多魷魚 聽說魷魚也很有名 這裡 還有這些 好地道的 希臘串燒 他上來會問你 要什麼稅 通常這些稅 就要付錢 這支抗泉水 我們叫了個Grid Coffee 我以為是不同品種的咖啡 但原來是Expression 不過可能是他們特有的做法 剛剛試了這杯Grid Coffee 它又不像Expression那麼苦 而且它加了糖 反而像一杯迷你版的Dark Rose 但再苦一點 這就是雞肉串燒 我的朋友介紹 說你這裡要吃這些東西 剛剛吃完這個串燒 其實雞肉也挺嫩的 而且有很濃的 坦香味 配上那個醬 其實醬有點像普通沙律醬 但是雞肉本身是燒得挺好吃的 這個餅其實也不錯 它就不是新鮮的 但是整個餅加上那個雞肉 我覺得是一個挺好的配搭 上網說這裡吃的燒魷魚也很好吃 就叫了燒魷魚 它好像有兩條 我剛剛試了那個魷魚 它也很香 炭香炭燒味 而且它的魷魚不硬 也挺好吃的 口感 最特別是這個醬 應該是奶酪醬 甜甜的 加上那個魷魚也挺好吃的 這個就是牛肉 我直接吃過牛肉 因為它的餅和這些餅一樣 我先試吃牛肉 剛剛我吃了那個烤牛肉 其實它的肉也挺嫩的 不會太粗 但是它很滑又不會太滑 即是適中 它也是很重的燒烤味 但是都是一樣的 我覺得調味方面 它真的只有肉本身的味道 和燒烤的炭香味 即是不難吃的 但是你不能預期它有很多重口的味道 賣單的時候 它就來了一些幾塊甜品的東西 給我們吃 這個就是它的肉 在轉轉轉 這個就是剛剛吃完飯旁邊的 憲法廣場 這樣就看上去都很大 不過顏色比較單調了一點 還有呢 它們是有一個獻兵交接儀式 不過是整點 可能過了 現在 你會看到 其實這裡兩道 是有兩個士兵站在那裡 整點的時候 就會有人來交接 然後這裡就是那個 憲法廣場的那個 建築 走著走著 你就會看到有這樣的古蹟在那裡 你就要看看它解釋什麼 這個就是羅馬肉場的概念 即是洗澡 這個地方 你去到景點門口 就會看到買票的店 其實這邊只有建議 30元 你就去到很多景點 因為它好像神廟 和那個衛城 其實衛城都20元 已經去一次 所以你去多兩三個 就回票價 就30元 其實你不用上網買的 你直接在這裡買一樣價錢 其實都 還有今天就不是很多人 買完票就是這樣的 那它有可能會檢查你的護照 確定你不是本地人 前面因為有一點背光 拍得不好看 這邊一看下去 就會看到 有幾條很高大的柱在那裡 其實你看它的歷史 其實它應該是整個平面都很大的 那就可能 嗯 剩下這幾條 那在那個神殿旁邊 放下了很多這些 應該是它 都是神殿裡面的 建築材料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昨晚我們經過的 類似海船門 這樣的設計 那就在那個神殿外面 一會就到了 很大 這門 這裡呢 有專門買的 濃郁 有不同的果醬 然後在一些很特別的桶裡面 這樣呢 在去這個圍城的路上 實在太頸殼太累了 那就坐下買了個 濃郁 那價錢呢 就是 3.6元 那你再加 果醬 那就加起來 那就要4.1元 那試一下好不好 就不要在景點裡買票 很多人 我這邊就建議 如果我們來圍城 就不要去圍城才買票 因為呢 圍城外面 要排好長龍 買票 那我們就在那個 啊 宙斯 宙斯神廟裡買 就不用排隊 這裡就排了長龍 上去那個 圍城呢 是要走很長的斜路 因為它很高的 這樣呢 最好 最好 穿上更漂亮的鞋子 那這裡呢 這個就是那個 劇院 不是很大 但是聽說呢 這個劇院的收音是非常之好的 哇 哇 在圍城上面呢 會見到整個雅典的 我們再爬高一點看看 哇 終於到了圍城啦 那當然啦 你見到呢 是很多人的 那呢 如果你早點來呢 可能就會少一點 如果不是就是人肉背景 哇 原來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啊 走多兩步路呢 就見到這個 這麼好的風景 好漂亮啊 你會見到其實呢 它也有很多 維修的動作 那可能畢竟是一個 古跡啦 那對面呢 你就見到 女神柱的 走廊 好漂亮啊 現在經過的就是那個 女神柱的宮殿 嗯 嗯 裡面都還有東西 不過已經走進去了 已經 真的呢 有很多 的 地點呢 你一定要親身來過 才感受到那個 澎湃 和那個 那個 那個歷史價值 真是 你肉眼呢 才看得到的 這些東西 那這裡呢 就看到裡面那個 球造啦 都有很多呢 都是維修過的 那你見到呢 它邊上面那些石頭呢 都會有一個偏好的 所以每個石頭呢 都有名的 有歷史價值 你看 整堆石頭在這裡呢 都是有偏好的石頭來的 這些 就是都是神殿的 一部分 看到這個 裡面的 景象了 有一點暗 背光 因為 旁邊就是那個 女神柱的電 神殿上面有個景台呢 就看到個 這麼漂亮的景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 女神柱 當然 這幾個 已經是 假的 真的那個 就在博物館裡面的 但是 就會還原回 當時的 樣子 這個 應該就是 當時的 那個 圍城的 全貌 你看到 5號這個 就是剛才很多 圍獄了一個 那這個 6號呢 就是那個 女神殿 好大喔 那些人怎麼搬東西上去 真的好厲害 那這裡呢 有另一個 theater 喔好大風啊 另一個theater 那它真的有表演的 那前兩天呢 才有表演完 但是呢 真的 很大的對比 你看 這裡呢 就是 一個 古蹟前面就是城市 在那個圍城走下來呢 就會看到這個 古羅馬市集 一樣啦 那就是 剩下幾條柱 這樣啦 但是其實就是很大的 一個市集來的 古羅馬 還有一樣要十場飛的 那繼續向下面走呢 就看到一個 古羅馬圖書館 其實它都幾開放的 你在外面呢 你可以看到裡面 大概生什麼樣子 那走到下來呢 就看到一個 FREED Market 就是一個大廣場來的 其實這裡 這個呢 就是FREED Market裡面 都是一些 淋淋種種的商品 一些 souvenir 真的比較像 香港女人街 太古那樣 那但是呢 在這裡呢 都是建議 小心自己的財物 走到下來呢 就是一條購物 一條街 但是呢 因為太熱 我只是想喝東西 現在 我看到很多女客 牽著行李箱走 這裡呢 真的有很多橄欖樹的 連酒店外面 走出來幾步路 就會看到了 那現在呢 現在呢 就去了酒店附近的一間 吃海鮮的餐廳 那它呢 那些菜單都很厲害的 它後面呢 是希臘文 另一面呢 就是英文的 所以呢 不用擔心 看這個餐廳 都很精緻啊 我覺得 都挺精緻啊 我覺得 餐廳呢 很快就來了這個麵包 就配一堆 類似 芝士醬的東西 有Oliver Oil 芝麻 蔥粒 那樣 我這個呢 就叫了個 鰻魚沙律 那它這裡呢 有很多鰻魚 那下面那些呢 就好像是 雞蛋那樣的東西 它的英文呢 應該是鰻魚 但是它的肉質呢 都挺硬的 再加上呢 它旁邊的醬是酸酸的 其實整個 沙律呢 真的挺開胃的 挺香的 我覺得整個 這些應該就是那些 酸酸豆 有些豆啊 有些東西打成這樣 然後切碎 再加一些酸酸的 酸酸醬 醋 或者酸酸醬 這樣拌勻 這個 挺開胃的 第二個呢 就叫了個魚湯 那 就 都幾多魚的 可以試一下 那呢 我覺得這個配搭 很神奇 它的魚湯呢 好像中式那種魚湯 但是呢 就加了些 可能馬鈴薯 那些粉 那樣呢 攪結了它之後 再加一些 Olive Oil 整個湯呢 好中式 好有趣 而且魚都很鮮 我覺得它 所以這個湯也挺好吃 那我呢 就叫了個炸 鱈魚 那它的形狀呢 很有趣 它生成這樣 哈哈哈哈 還有下面呢 應該是有些薯蓉的東西 頂著它 這樣 好像中國那些 尼藥龍門 那樣 那第二個餐呢 就叫了西班牙飯 那就是有 海鮮 這個是蝦 那樣 就是一坨飯 那樣 剛剛試了這個飯呢 它的飯也挺硬 不過芝士味就很濃 Oh My God 現在餐廳 請我們吃甜品了 這兩個應該是檸檬 Mousse 都挺漂亮的 其實呢 這個菜的甜品也挺好吃的 它是一個檸檬的Mousse 它不是很酸 加上上面這些草莓醬 和餅水 這個配搭挺好吃的 酸酸甜甜的 是嗎 的 outras 老廚 你們 一定需要的 份居家 還有 已經開花了 趕kk 直接吃草莓 家 beneath 懂 你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